他说要用AP来表示下面这些向量 第一个是DE向量 第二个是AC向量 第三个是书1向量 那同学这个AB向量是A向量 BC向量是所谓的B向量 首先我先看书1向量 同学书1向量在这里 书1向量从书点到1点 请问它跟哪一个向量有关 A向量 所以它可以写成-A向量 因为它们是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来这个是A向量 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AC向量 请问AC向量 可以写成-A向量加B向量 因为AC向量是不是就是AB加BC 所以它就可以写成A向量加B向量 到这边有问题 没有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C珠向量 同学C珠向量呢 是这个向量 同学我们在找那个C珠向量的时候呢 找C珠向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 就是去找它的 平行的向量 所以我们最后要把它表示成A向量 跟B向量的形式 所以尽量呢 你就是找跟这两个向量平行的两个边 因为我们要写成A跟B的形式 所以我们就找跟这两个向量平行的两个边 高分别是这个边 它按这个边 它们就分别的A跟B是比较平行 那在这里呢 我们会发现 C珠向量 我们就可以写成C珠加O珠 那其中C珠向量 C珠向量 是不是就跟我们的A向量 是不是方向相反 然后O珠向量 O珠向量 就跟B向量 方向相同 所以我们就可以写成 -A向量加B向量 这个有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